從這個臺灣島外國際社會都一樣 不過其實他還不太講笑 你看這一次的那個 我記得在台上講話是可以不用帶的 然後這個叫我前兩代去演唱的時候 帶就講到講 講到應該怎麼辦一定要脫口罩 因為裡面整個口罩都是濕的 我自己聞的都覺得醜 對不對 好 其實你不用太緊張 這個 這個新冠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像說確診的好像蠻多 但其實你可以發現 重症啊死亡率其實很重要 而且甚至於很多時候 因為死亡率每次公布的時候 確診很多死亡率沒有 對 因為大家很多打 各位都有打嗎 你們打幾劑 3劑 3劑 我打4劑 蛤 我打4劑 沒有 沒有 我在 對 我在台灣打1劑 1劑AZ 然後後來去年到大陸去的時候 我想說那個 他那個疫苗打起來叫什麼感覺 你們回去去打了進那個 北京國藥 然後打完之後回來 台灣又打了進AZ 那前一陣子又去打了一次進那個 結果回答 去打BNT 對 然後我打了這4劑之後 我們就完全沒有任何的 4劑喔 做完全沒有任何的 什麼副作藥 什麼發燒頭痛啊 疲勞什麼 年輕吧 我會沒有 可是聽說 聽說 聽說年紀大的 比較不會副作藥 所以其實我沒有副作藥 其實我還有一點難過 對 我會等 副作藥頭痛一下 就沒有 那其實今天我們要講這個話 今天這個主題喔 其實跟這個 現在當前的這個 國面外的局勢 還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拿來 拿來做一些 疑谷建經 我這樣講疑谷建經 你剛說像 其實那個 反正這一陣子最長的步道 就是烏克蘭被打 對不對 那 當然很多人都會 大部分台灣民眾 都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很邪惡嗎 打烏克蘭很可憐嗎 等等 之類的 但其實 我是這樣覺得喔 我在用歷史的角度在看的時候 其實 往往 你會發現 就是所謂的 對 它不見得是全對 所以 所有的錯呢 如果 我患成是你 也許你會被它犯平安的錯 比方說烏克蘭會被打 像 這個 它被打 對很可憐 但是它還是被打的原因嘛 對啊 那當然這個牽扯到的東西 就很多 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 但是呢 今天我們要談的叫做 靜康之難 那過去我們在學校 面試的時候 這個 這個選的叫做 靜康之恥 對不對 那 為什麼我們說它 不值得同情呢 你的這個東西就是在 給我們 招老人 就是說 這個 剛剛有講的 所有人都其實 它不見得是說 一定絕對的對 或絕對的錯 那 靜康之恥這麼可憐 當時候呢 大宋的皇帝們 竟然都被淋走 對不對 那聽說這個電視劇裡面 甚至也比較誇張的 還有這個什麼 王妃啊 黃妃啊 也都被淋走 然後這個 還要 負責就是 滿足這些 無人的 那個 叫做什麼 信譽 對不對 要陪他們 睡覺啊等等 就覺得 哇 太悲慎了 尤其那種 我們從小面的影片文章 叫做 滿家神 有沒有 我告訴我們 靜康時 游位學 陳子恨 何時孽 聽起來實在太可憐了 但是 今天 我們從頭到尾 了解完 這個 離異外外 的內容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 靜康時 的確不可憐 但是呢 這個可憐之人 必有可憐之處 必有可憐之處 而且呢 壞外角度 如果 如果你今天就是 當時把 這個 兩位皇帝 領走的 驚人 你是驚我的 元首 你會不會 幹 當你 幾千年 同樣的事情 等你了解 所有的來容 去脈之後 我想 各位 我想大部分 應該會 所以 不只會把 這兩位皇帝 把這兩位皇帝 領走 可能還會幹 更更 這個 出意要的事情 會不定 所以 我們要了解 這個 靜康時代 首先 我們要先 從最早之前 開始了解 所以最早指的是 這個 北壽 因為壽朝 認真北壽南壽 我們要從北壽 前一點歷史 來瞭解一下 這個時代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影響到北壽 然後 這附連串的脈絡 就會一直走到北壽面 這東西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否則 像我們以前在念這個 我們自己是在學校 中學時代念書的時候 我們只知道說 北壽很可憐 有沒有 第一個 建國之後呢 就遇到那個 寮國 七丹 哇 又是一個外族 然後接下來呢 又 聊了之後 又遇到 金國人 金人 就是那個 宇貞 東北那天來的 然後呢 同時間還有西夏 西夏就是 處於在這個 新疆那個方向 西北那方向 哇 外派這麼多 對不對 很可憐 每天都在這個燒殺人物 但 實際上 這個是時代造成 我們先從 隊長開始講 嗯 請一下 這個叫做 北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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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叫唐朝 唐朝跟北壽之間呢 有一個 十代 叫做 五代十國 各位聽過 五代十國 那為什麼叫做 五代十國呢 為什麼不是十 十五國 或十五代呢 因為 這個五代 他們是有成帝 他有成帝 他這個五代的元首 他是有成帝 那這十國呢 是沒有成帝 所以 他被稱為十國 這輩子 成帝被稱為朝代 哦 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呢 又分成 五代十國裡面的五代呢 又分成 這個 兩唐靖漢州 五個朝代 兩唐靖漢州五個朝代 兩唐靖漢州五個朝代 那 因為兩唐靖漢州五個朝代呢 一般來講 他是跟 其他朝代有一些 名字會一樣的 所以我們都會再進行在 後 後禁後來 後唐後唐 兩唐靖漢州 好 那 這個兩唐靖漢州來講的話呢 我們比較 要去聊 跟後續比較相關的 是這五代 有一個國家叫做禁 這個禁呢 當然還是後禁 那 講到這個後禁呢 如果你對歷史 你印象況 你會知道每一個人 叫做兒皇帝 十禁堂 十禁堂 有嗎 所以呢 如果上來去查 那個中國 比方說中國十大漢奸 裡面就一定有 這個十禁堂 那他幹什麼事情呢 據說呢 他就是為了要 這個兩唐靖 他為了要取代兩唐靖 所以呢 就跟這個 本方的兩唐靖合作 然後 拿 合作之後呢 把這個唐 推翻 這個唐 不是 武士尼那個唐 是後唐 就把這個唐 推翻了 那唐 推翻了之後呢 這就是後 這就是後 把這個唐 推翻之後呢 他講的條件就是 把那個 土地 有沒有 把土地 隔染了他 我們聽說過有一塊土地 叫做燕雲十六州 聽說了吧 都可以 那這個兒皇帝呢 因為自己要當皇帝 所以就出賣了國家的土地 為了取得皇位 這是我們一起學到的歷史 好 那我要跟各位講解一下 真實的歷史是什麼 真實的歷史是 第一個 十禁堂它絕對不是漢奸 但當漢奸有一個基本條件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他必須是漢人的 你總會來個美國人說 你漢奸 那美國人無感 我就不是漢人 對不對 所以基本條件 不管他有沒有出賣國家的利益 基本條件叫做 他必須是漢人 但很抱歉 十禁堂 他並不是漢人 他根本不是漢人 那怎麼會說他是漢奸呢 其實他是殺國人 他是殺國人 好 第一個 為什麼他不是漢奸 他的身份就不符合了嗎 好 第二個 他各樣的耶穎十六州之後呢 所以呢 導致梁堂紀漢州 然後這個後州之後就是北宋 導致北宋呢 每一個皇帝 這個思思念念 都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耶穎十六州 給搶回來 把天打回來 每一個皇帝都在想 從趙皇帝到趙皇帝的弟弟 第二個皇帝 都在想 但是呢 他們都沒有做到 都做不到 因為這個 當時候的大寮 寮果實在是太常盛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呃 在北宋跟開國之前 就已經把 有一個戰略的要義 叫做燕魚十六州 掉了 那 掉了是因為 這個 梁堂紀漢州的 禁 的十禁堂 他搞不丟的 OK 好 燕魚十六州很重要 因為這個等一下會見到 我們等等要講內 那 燕魚十六州大概是現在哪裡 大概就是現在的 天津 北京 在我旁邊走 山西 山西的這個 東 東 沒有全部山西東 一點點 大概就是那一塊 長條線 這樣子 那一塊是燕魚十六州 那為什麼說 燕魚十六州 的 北部一點 北方一點 就是 萬嶼長城 萬嶼長城 是用來抵禦北方外島 那 所以當你的 長城 燕魚十六州 你燕魚十六州 你燕魚十六州 又代表長城 已經有抵禦的效果 所以呢 這時候北宋 在防禦這個 北方的 這些 胡人的時候 就非常細膩 那而且呢 再來一個就是 長城是蓋在哪裡 長城不是蓋在隨便 找一個空屁來蓋 長城是蓋在 最陡峭的地方 最陡峭的那種 邊邊山邊畫 那因此的話呢 當長城蓋在這個地方 可想而知 往南一點 下面 他就是一馬平川的平原 所以這時候 更是無法防守 不要忘記喔 北方的胡人 都是怎麼來的 很騎馬 一馬平川的林原 對他來講 這真的是叫做 定地人和啊 北方 胡人下來 最主要就是要搶 因為他們活不下去嘛 只好下來搶 那這個時候 這一場戰爭呢 對於這個北 對於南北之間的戰爭來講 其實對北宋來講 對北方勢力來講 其實相當不利 所以 從趙通利建國 到他弟弟 這個叫做 宋太宗 我思思念念的 我要怎樣 一夜律師都拿回來 一直到了 北宋的這個中間 一個皇帝叫做 宋真宗 宋真宗 宋真宗呢 他終於 因為其實每一個皇帝都在北方 都想要把這塊地拿回來 但是都沒有成功 因為都打敗了 但是一直到宋真宗的時候呢 有一天 突然北方遼國 大軍南下 所有的這個 朝廷上的城市 大家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那個我們打也打不贏 人家都在跑也跑不贏 因為大家行嘛 只有難受這個時候都是護兵的 跑不都跑不贏 打也打不贏怎麼辦 那不然 遷都好 宋真宗的時代 就已經有大成 遷都遷都這樣子的 一個想法 這樣的概念 但是呢 到後來 還是沒有成型 沒有成型 那反而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大成 那他就 這個 呼籲 或者說他就鼓勵 或是就忠有皇帝 御駕齊真 所以後來宋真宗呢 就御駕齊真 其實 我先打個差評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純歷史 不是做那個歷史 研跑 所以我盡可能呢 如果比較不常提到的人民 我就不講 因為我講的話 到時候我們會提到 太多太多的人民時代 這樣就亂掉了 但是整體的結構 大家還是都懂 好 那我們繼續 那結果宋真宗這個皇帝呢 他就御駕齊真了 御駕齊真之後果然怎麼樣 士氣大正 但是竟然 那北宋的步兵 成功的防守住了這個北方大樓的紀錄 這算是很難得 北宋 這個 有打一場這個沒有輸的戰 沒有輸 但是也沒有輸 但是他沒有輸之餘呢 他卻沒有說 我就反攻怎麼樣 他反而是怎麼樣 他反而跟他異合 反而就異合 異合就談了一個 冤 簽了一個冤 叫做 我寫這邊 叫做 談冤之謀 是這個談 水 冤就是這個冤 談冤之謀 簽了這個談冤之謀 那這個談冤之謀呢 其實也 在我們過去歷史課本 裡面我們學到的就是說 這個真是國家之始 民族之始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明明打贏 打贏就應該要趁勝退職 你怎麼會 就跟他簽了合約呢 這是第一個 可寫 第二個可寫的地方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的歷史課本教育 但等一下我會告訴你真實 第二個歷史課本教育我們說 簽這個合約 而且呢 跟他講好 我們都不打仗喔 但是呢 我交保護費 我給你碎幣 我聽過這個名詞嗎 交保護費 給你稅幣 給你這些物資 每一名給你二十萬的稅幣 給你一百萬的券 等等等等 那這個你就不要來討論 OK 好 竟然 可以把民族尊嚴 丟在地上採探 然後用錢去換 這個這個 對當時很多世代 宋朝是很多文人 他們不能接受 但是呢 不能接受贏量 也打不贏 對不對 第二個可寫 第三個可寫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文約呢 那種 異定 北宋跟大流 當然那時候沒有叫北宋 叫宋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叫北宋 對嘛 因為那時候南宋還沒開始 你知道這叫王國人民 對不對 那叫北宋 他的宋跟聊 就講好 我們要當兄弟 我們當兄弟 就異定 兄弟 然後呢 你這哥哥 聊這哥哥 宋是誰 可寫 對不對 我是天朝之國耶 怎麼會去跟人家 當兄弟還當弟弟呢 要的是我當爺爺才對呀 是不是 那個時候的 這個 這個 中國人 他的 比較 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 所有人都是胡人嘛 對不對 沒有文化 知識水瓶的 結果後來你竟然去當人家弟弟 可寫 那但是呢 我們因為這個條約 因為這個條約 所以 在我們的既定印象裡面 我們給這個 送場 尤其是我們給北宋 的一個定義 一個評價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眾文親密 對不對 眾文親密 而且我們給他的定義叫做 積弱不正 對不對 好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 首先 我要來推翻過去學到的這些東西 首先第一點 請問你 宋朝 我們今天所講的宋朝 其實就是北宋 因為我們今天不太會講到南宋的部分 這個宋朝 他真的積弱不正嗎 首先我要講的是 各位你知道 中國 中華民族 人口首度破智 進來的朝代 是宋朝 而且 北宋的任何一個時期的稅收 都遠遠高過於唐朝 你會以為唐太宗時代不是爭觀之治 什麼唐玄宗時代到達巔峰 有沒有 那個時候唐朝的民主到中亞 都這個很不可一視這樣 但是很抱歉 如果以國家的GDP來講 宋朝 是遠遠超過唐朝的任何一個時代 的國家受傷 或者是說 以GDP來說 是遠遠超過的 所以你說宋朝 積弱不正 其他他又有錢 沒有錢 那為什麼他又沒有錢呢 因為 他有連於過去 這個中國傳統社會 反正呢 我就是跟人民收稅 收什麼稅 就是你種田嘛 那種田我就跟你收稅 對不對 收支稅 他 宋朝開始有一個新的 全新的稅庫 是從哪裡來的 從海上貿易 海上貿易 就是國際貿易 所以當時候其實宋朝呢 他可以說是 在那個年 在那個時代 全球海上貿易的能力 跟範圍最大的國家 他最遠 甚至於到哪裡 到中東 中東阿拉伯伴侶 去做生意 賣茶葉啦 賣絲綢啦 還有最有名的瓷器啦 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宋朝呢 有一大部分的稅收 大概大概630吧 的稅收 都是來自於 這個海外的貿易 貿易收的關稅 所以其實宋朝很有錢 那其次一點 你說那宋朝還有什麼東西 是這個 呃 我們過去可能沒有那麼在意 但是他卻是 卻是 卻是 獨術一職 過去的朝代都還要 還要搶人呢 比方說啊 呃 在唐朝的時候 國上可能有聽過一個 是一個叫做 一個方義的一個土地皇 做法跟法 有沒有 這個仿生的意思 就是我如果要做生衣 我要做生衣的話 我就拿一塊布 把它圍起來 圍起來我就在裡面賣豆腐 賣什麼塊錢 做生衣 這叫做做法 那而且呢 在唐朝或者是唐朝之前 其實是不允許流動攤販 有沒有 我今天沒有辦法說 我做的麵不錯 我再回家門口就擺攤 來賣麵 這樣不行 只有宋朝 到了宋朝之後呢 是允許 可以開始有一些經濟活動 我可以去賣 我如果覺得我手不錯 我可以去賣 賣那個那個瓷器啊 賣這個這個布啊 賣什麼賣衣服啊 什麼都可以 從宋朝開始 所以其實宋朝的這個經濟 就非常 對麵麵的經濟就非常活絡 我就非常活絡 這些東西都是前所謂的 就是說在宋朝之前的朝代 也許漢朝很強大 唐朝很強大 但是其實他們都沒有這樣子的 一個這麼自由開放的 這樣子一個民間生產 那其次當然也包含 宋朝開始就有紙幣 紙幣 紙幣 抄票 這個東西在過去就是沒有 為什麼要出場 以前都是銅錢 銀子等等 那在做交易的時候 難免就是比較重 那或者是呢 銅錢 畢竟銅嘛 數量有限 那生理大家 越來越 越犧牲的時候 銅錢就不夠用 所以後來呢 就給國家的紙幣 就是紙幣就是從宋朝的時候開始發展出來 那其實以這樣子來看 那宋朝到底他有很多的創舉 或者說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他都不一定 不只是遠遠超過之前的朝代 甚至於是首創 那為什麼他還會 蘋果不開那邊 最主要明明就要從五代十國這裡開始發展 五代十國其實他是軍閥割據 他是軍閥割據 那什麼時候的軍閥呢 就是唐朝那個時候 宋之前是唐朝對不對 唐朝名下的軍閥割據 那這些軍閥呢 其實他們 為什麼會之所以會形成軍閥 就是因為唐朝實行的一個制度 叫做撫兵制 這我聽就好 叫做撫兵制 撫兵制呢 他的內容 主要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 就是 自己 家居自己養自己的士兵 家居自己養自己的士兵 第二個 就是 這些士兵呢 平常就是做兩件事 種田 就是從一些生產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軍事的訓練 生產之後的錢呢 當然就是交給 那個 將軍 那將軍就發薪資啊 發兩下 給這些撫兵 那所以這些撫兵 等於是怎麼樣 等於叫做自己自主嘛 對不對 所以因此 慢慢到了唐末 為什麼會變成軍閥割據的五代士兵 就是因為這些撫兵 其實慢慢就發現說 我為什麼要聽中央的 因為不是我養的啊 對不對 那士兵也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聽中央的 又不是他中央的 又發新說 所以呢 班牌的這些軍閥割據 就因此的浮現 好 那其實 呃 這個 一代我剛剛講的 跟唐靖和舟 其實這五代的五個朝代 總共只有這兩個朝代是 漢人當地 就是只有第一個 兩個 跟最後一個 周 是漢人 中間三個其實都是 沙盒 就是都是外祖 是漢人 那 一直到了這個最 一代的最後一個叫做周 這個周啊 後來 就是有一個這個 大參軍 那後來他叫做 進行的叫做什麼 黃袍加深 那 成竅兵變就是趙皇帝 所以趙皇帝是怎麼當皇帝的 因為我有軍權在守 對不對 而且我們都聽說過 所謂的黃袍加深 當然對他自己講是說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顧下馬 突然拿來見黃色袍 就披上去 硬要我幹皇帝 我為了不得已 我只好就不幹 那你信這個嗎 通常這個 我覺得可能都拍片好了 對不對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就是 呃 他是怎麼當皇帝的 所以呢 他要怎麼樣讓別人 不要搶走他的皇位 他很清楚知道了 因此呢 報了北宋之後 他就把傳統唐朝的 那時候的 剛剛我們講的叫做 府邻制改掉 改成叫做 牧邻制 改掉牧邻制 那這個牧邻制呢 其實就有點類似 這個現在 現代社會的這個叫做 戶傭兵 反正我給你錢去擋場 我給你錢去擋場 這樣就對了 那 在北宋來講 在宋朝來講 這個 牧邻制的錢 誰給 對 中央給 朝廷給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 趙光就覺得說 你看 這個時候這些士兵 就很清楚的知道 老闆是誰 老闆就是老子 所以就不會怕騙了 而且呢 剛剛我們講 府邻制是 將跟兵 他們長期保持在一起 在北宋的時候呢 在牧邻制還有一部分的做法 就是這些將要輪掉 所以他們跟士兵呢 就不會有太多千絲萬元的個人情感 這個時候就不會降代的兵 怎麼樣 趙光一學的時候 你看我這一招真的太棒了 對不對 其實牧邻制的 還同時解決了一個問題 我現在在講的都是 牧邻制的優點 等等我講缺點 還解決了一個問題 各位有聽說過 這個所謂的什麼 農民起義啊 或者是 反正就是乘勝如廣的一種 有沒有 就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朝代的政府 另外 都是從 平民開始 不是那個很窮的平民 一般老百姓的平民開始 那那些老百姓的平民為什麼要造反 就是因為生活過不好 對不對 好 所以趙光就想說 這個時候 我只要把目的意思改成什麼 改成 如果我們老百姓 你們老百姓覺得自己的生活過得不好 那你就來當兵嗎 你們就來當兵 我在給你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怎樣 就把這些判斷因子 給收 欸 就不會有這個內亂啊 就不會有平民起義啊 有沒有道理 有 所以 各位有聽說過一句話叫 我好難不當兵 有沒有 這一句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是本時候開始 那為什麼會做比較快的 好難不當兵嗎 就是 你好難你就自己去做生意幹嘛 跟兵 你當然去當兵 就是因為壞人 就不用用的人才去當兵嗎 所以 趙光議長想說 欸你看 我這樣解決了很多問題啊 第一個 將帥 不會太熟 搞漢業 第二個 這個 這個 兵 行水都我發 他們知道老百誰 要效忍誰 第三個 這些平民有可能會造反的人 這個時候全部都被我收服了 哇 天下太平了 是不是 天下太平 這是他的想法 但是事與願無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走 剛剛我講的是目的去的正面的地方 我現在要講的是他 負面 也就是後來發生的狀況 後來發生什麼 第一個 因為 我的兵 通通都是肉養 怎麼來的 用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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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像現在 這個我們服衣物議 或者是說像這個 這個共產黨 他們 像中國大陸人民 不是服衣物議 但是 你如果去當兵 他一定會有經過一些思想的洗腦 讓你對國家是非常忠誠 趙光議的目的制 沒有這塊 所以所有人去當兵 請問你他有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 他愛我嗎 他愛的是什麼 愛的是錢 所以這個時候 木兵 是木兵來的 全部都是因為錢 而來打兵的 那你覺得他的訓練啊 或者說他的整個 整個打仗啊 會很賣命嗎 錢跟命大家也都知道要什麼嗎 對不對 大家也都知道說 如果有錢最好 沒錢的話 這個 有人拿我命的話 我錢我也不要 所以 每次到了打仗之後 你就會發現 很多套兵 都民口不要打 打了都死啊 對不對 所以木兵制的缺點就是 你會發現 這個 市民的忠誠度很低 第二個缺點是什麼 其實在中國大陸那邊來講 即便他們有點類似木兵制 就是去當兵領薪水這樣子 像台灣的話就是要當兵 只不過現在當兵 很短 但是起碼當兵都是 都是有機過篩選 你比方說男生 就在台灣 我記得男生是 身高足160 160公分 你足110公分 就不能當兵 就你很想他們也不能當 那中國大陸那邊 那更是如此 因為他們 你要當這個叫做 叫做國家的軍人 他們薪資 要什麼大陸 社會定位都很高 所以他們的 要求就 要求就更高 但是 北宋的木兵呢 沒有要求 但凡是人都可以去當兵 失業啊是不是 失業去當兵 講冠了是 講冠了去當兵 誒 是商務主持人 是商務主持人 對 對 所以 人員 這個 素質 撐吃不起 甚至於 到了後來 這個 在軍隊裡面 北宋的這個士兵 還有六七十歲 對 因為 國家養 在裡面還有前領 他還在裡面當兵 你說這種七十幾歲 怎麼打仗 怎麼打仗 根本不可能打仗 對不對 因此這個木兵制還產生了一個狀況就是 這士兵的承諾 承這麼起 根本就 不是 沒有先兵良好的這個 這個條件去 當一個合格的軍隊 那接下來木兵制還有什麼缺點呢 當時是講說 這個 當兵就是為了錢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北宋 剛開始的時候當然OK啊 但是你知道嗎 宋朝一直到北宋中期的時候 有多少兵 有一百二十幾萬兵 一百二十幾萬 這個什麼概念 是國家要 每年要花多少錢養他們的 所以 有一個名詞叫做 榮官 我們要聽說 榮官 這個榮 那另外一個叫做 榮兵 這個榮就是多如 沒有用的 所以 北宋的中期 最巔峰的時候 榮官 有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 就是當年一萬多人 榮兵呢 有一百二十幾 將近一百三十萬人 你看這個國家 要發給他們 薪資這兩獎有多多 所以甚至有一度 國家的稅收 是不夠發的 其實坦白講就是國家破產 國家破產 因為他要發出的薪水 收進來的 那個稅收還要高 因此其實國家財政 就被這些榮兵 托還 就被榮兵 托還 所以其實 木兵制 他有他的優點 他的確解決了一些 這個前朝所遺憂下來的一些問題 但是其實 他有缺點 而這個缺點甚至於 就是 直接的 導致 送北宋 滅亡 這樣子的一個 導火線 好 所以 我講到這邊 我們先停一下 我會把前面的東西 雨一下 雨一下之後呢 後面我們再接你 更清楚 這個 北宋 之前的唐朝 中間夾了一個五代十度 唐末 留下來的 叫做撫兵制 這個撫兵制呢 導致了 這個 唐朝的滅亡 然後 北宋 就 建國者 撫兵制 想說 我要把這個問題給主要 所以呢 他就把撫兵制 改成了 木兵制 改成木兵制 一切萬事太平了 但是 隨時而來 木兵制的一些副作用 開始慢慢慢慢的發酵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內 好 一直走走 走到台面之謀 台面之謀是送真宗 送真宗 大概就是 就是借於這個本宋的 終極的宏令 好 其實這個台面之謀 剛剛我們提到 台面之謀的缺點 缺點就是說 柯本一定交給我們 說什麼 國齒啊 那個 竟然去認胡人 認那些 那些藩人 那個當哥哥 有沒有 然後還要固定交保護費 把國家的尊名放到哪去了 我們 開玩笑 你可戰死 也不能 喪失了這個 人格 國格 以前的觀念是這樣 但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台面之謀 以現代的歷史學家 或者說 一些國家 因為沒有國家都一樣 都有一些戰學者 做一些戰略研究 他們後來給予這個 台面之謀的評價 其實並不是我們歷史學家 講的這麼負面 並沒有那麼負面 舉幾個例子 他們的觀點是這樣子 第一個觀點 這個打仗 打仗其實 當然啦 你可以說是 國家要有國徒啊 我們有尊嚴啊 所以呢 看不光就打 跟普京一樣 看不光就打 但是其實打了之後 受傷最重的是什麼 是百姓 那身為一個 嗯 這個 愛您如此的 元首 或者是國家領導人 其實 你最應該做到的就是 要把你百姓保護好 對不對 所以像烏克蘭這個 他不斷的去 我們不說俄羅斯打人 對不對 先不談 烏克蘭的總統 自去挑釁俄羅斯 你明知道他就很壞 然後你就挑釁他 就害自己的百姓死一堆 那你說談 沒有罪嗎 好可憐 我覺得這就沒用 所以談戀之盟 他有個好處是什麼 他簽了之後 往後的一百二十幾名 宋寮之間 沒有戰爭 也就是說 簽了這個條約之後 南北之間 沒有對立 沒有對立之後呢 其實對宋來講 有什麼好處 缺點跟我們講的 喪屍國格 這個國家尊嚴什麼 但他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不打仗 所以百姓 比較能去樂業 你想看 如果現在打仗的話 都會你的兒子 甚至於在座 比較年輕的人 都會當兵 快樂嗎 快樂 明明你沒有機會 第一次喝 對不對 你也不會去當兵 那因此的話 其實打仗 對於百姓來講 是最不好的 那一個國家的國軍 如果暗音如此的話 想辦法讓國家去打仗 對不對 對 好 那接下來 你說 可是沒有了 每一年都要交 那個二十萬的 二十萬娘的名字 給這個 遼國 還要幾百萬的券 什麼東西 物資都要送給遼國 對不對 現在換成和平 那用東西換來的和平 是真和平嗎 聽起來有道理 有道理 當然沒道理 你今天如果不給這二十萬 不給這些物資 那就是打仗 打仗花更多錢 我先會跟你談人命 人命我們剛剛講過 打仗要花更多錢 根據統計 這個 每一年 每一年 北宋給遼國的這些 所謂的保護費 跟之前 台平正宗之前 有跟遼國對戰 那個對戰 大概就講中型的戰爭 不是大型的 不是巨國的 中型的戰爭 那個花費 大概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也就是 如果你要打仗 一場中型戰爭 大概就要花 兩千萬元 但是 你給保護費呢 二十萬元 而且還不用 不用把你兒子 把你將軍 都拖去打仗 那 這樣 錯了嗎 感覺好像 也有對的地方 所以 這個台平之謀 有點類似 你看 這個 如果 放在我現在來講 反正 我如果 台灣現在每一年 一次都要花很多的軍費 去跟美國買 美國大陸 我也知道 他們沒用過武器 因為我也沒使用過 那 這一期 其實我想過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澳門 香港 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知道 澳門每一年 澳門政府都可以 退稅給澳門政府 每一年大概都可以 退一萬塊左右 不會比較少 大概一萬塊以上 一點點的澳定 大概就四萬多台幣 我不知道你知道這件事 澳門每一年都退 那你會說 因為他開賭場有錢啊 對不對 但是 我告訴你 其實他們跟台灣差在哪裡 開賭場能多有錢 開賭場能有開金援場有錢嗎 沒有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台灣能不能退稅呢 因為我們的錢都拿去買武器 你想想看 如果澳門從今天開始 以後什麼軍艦什麼運動買 他們會退稅嗎 其實沒錢退稅了啦 今天還加稅對不對 那台灣為什麼 就是因為很多錢都拿去買這些東西嗎 那這些錢我想不出來 還不夠人 那大家每年分一分 多好 對不對 國格 前四次的 國家的集團 有收益共識 原來烏克人人民想打仗 你想跟總統都非要打 那他們也只會被打 所以今天講到 那個 這個比較多的事 因為我們要衣服見晶 衣服見晶 那當然其實是這樣子 歷史 是有很多腳步去看待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任何人的任何一個看法 絕對不是全對 但是也不會全錯 我們應該每個人都要 既然已經來關心歷史 來了解歷史 對歷史的興趣 應該就是對於這種東西 比較包容的一些 任何人都 聲音其實他都不是百分之百 包含我們講的 不是百分之百 好 台語圖 回到這個送財 這個台語圖 簽了之後 那當然就換取了位 之後一百二十幾年的合併 都沒有打仗 哇 其實這個也直接造就了什麼 直接造就了為什麼 宋朝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因為沒有死人 因為男人都在家庭生小孩 對不對 所以呢 人口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經濟越來越繁榮 對 因為有壯丁嘛 可以從事生產等等 你們知道 中國歷代將從七次王開始 一直到 現在來講 兩千歐年 人口最少的時候 時代是哪個時代 那不是 不是形式 不是形式 很誇張的 各位可能 可能 你會沒想到 但是我如果講的 就會喊得到 真的 而且那段時間 設計差一點到 中華民族 可以說是滅走 滅走 三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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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三國時代 全中國人可勝多少人 剩八百個關 八百個關 八百個關 有什麼概念 台灣人可勝多少人 然後把這些人全部都丟在東北大陸 九千 那時候是一千多萬平方公里 八百個關 根本就看到人 對 三國時代 因為那時候佔數太多了 但是 所以你會想說 可是 對啊 那個常常不是 那個什麼 市民大戰什麼 哇哪裡就四十萬大拳 我們哪裡就丟三十萬大拳 各位 這個叫三國演義 演義 叫做小說 故事 如果你看三國制 就會比較準 其實你看 比方說像 劉備 什麼移民之戰 喔 帶三十萬人 結果後來全軍覆沒什麼東西 其實正史裡面他帶幾萬人 五萬 五萬 他根本不可能帶三十萬 為什麼不可能帶三十萬 因為蜀國的人口 五到百萬 他帶三十萬意思就是說 男女老六不管你死 那你活物三十萬要跟我走去 他不是 不現實 不可能 所以其實 談戀之母 談戀之母簽了之後 為什麼 國家經濟可以一直發展 為什麼 國家人口可以越來越多 都是因為 社會肯定 都是因為社會肯定 那 這個時候我們說 那還有什麼好處 我再提第一歸的例子 我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 有沒有 七七 比如說 擺攤販 或者說開店 那種 找你 可能叫做 就是有那種地體 然後交交付費 可能 真的外地 對不對 所以呢 交交付費 不講不講 你就每天找小弟來 來亂約 很多商家都沒辦法 就只好 講錢 那講錢之後 你覺得商家很可憐嗎 為什麼 我剛剛問你說 都會給你幾幾個問 其實你可以去問 你可以去問 你可以去問 他們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不會 他們講的願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 我只要講了之後 我就可以好好做生意 我如果不講呢 那一下子 新的 以下是黃的 以下是陳的 以下是什麼的 各方 江湖人士都要來鬧 那我怎麼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寧可你鬧 寧可講 然後呢 有貌為事 這個台北市 我就有點這樣的味道 我每一年都繳了錢 給寮國 給大寮 然後呢 給你一些工資 那這時候呢 你知道我們都曉得 北方那些 不管是洪洪也好 或者是 東北洪也好 其實很多部落 很多胡人 動動的那些 就騎乘主義量 然後就下來 有沒有 那這一段時間 北宋是特別的安定 除了 因為 或跟寮國打架之外 還有原因 就是寮國有一點類似 那個糾察隊 只要北方有哪個部落 新城了 寮國就把他命 那誰新城了 就把他命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不覺得他繳的這個保費 還蠻有意義的嗎 不只是賄賂 這也算是 幹嘛 我請你的保全不行嗎 你用這樣的概念 我請你的保安保全不行嗎 也是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北宋跟寮國 還有這麼一層的關係 那就是說 寮國對於宋國來講 還有這麼一層的關係 或是說他的一個好處在 北宋不需要面對太多其他的敵人 因為寮國會幫你掃出北方的這些 那些障礙 那 因此 其實 怎麼畫假歸啊 好像簽了這個台北西蒙 蠻好的 早早就早一點簽對不對 但其實 歷史一定是眼鏡 歷史眼鏡 早一點簽的時候 第一個 人家不見得令你簽 對不對 第二個 你也不見得 因為你還沒 北宋還沒輸嘛 你也不願意去簽 一定是被打得精疲力盡的 然後算算算的 花錢兩次 花錢消貸 對不對 所以才會簽這個 所以其實 一直講到這個為止 你會發現 跟我們過去學的課本 中學時代 學的東西 不太一樣 其實 坦白說 他的全貌是一樣的 但是只是我們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那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所以 就會有不同的評價 那我要講的是 這些評價牽涉到的是價值的人 所以他不見得 每一個人都認 但是 最起碼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樣子的面向去看待他 你可以從這個面向去看待他 因此的話 如果你知道 有這樣子的面向 你在看待很多事物的時候 其實你會比較了然於心一點 比方說 像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如果在聽這個之前 可能我們會覺得說 那些攤判好可憐 都要 那些二八亞交保護費 怎麼 好可憐喔 對不對 警察應該要趕快去把他掃盪掉 要把他掃掉 但是其實 我就說不見得 那些攤判不見得 希望警察去閃爍 因為警察不可能是 屬地保護的 但是那些大德文呢 他可能一生命下 他才不敢碰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 我們也比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思考方向 好 接著講 台銘刺盟的內文 當然我們是講 他的 建議 寮跟送的關係 就是送弟 對不對 弟弟是送 哥哥是寮 那他們兩個簽了這樣子的一個協定 因為你協約之後 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來講 會覺得非常的可恥 但實際上而言 我們再從 那是因為我們從送弟的角度去看待 會覺得非常可恥 但是如果你從姚哥的角度去看待 就非常的正常 為什麼叫正常 不是因為我們大哥哥說是正常 因為我們大哥說是正常 不是 而是姚哥他是屬於俘人嗎 那胡人就比較說現代的取夢史 叫做王 самodox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兄弟弟 有沒有 最喜歡多少 結伴 對不對 結伴 然後呢 結還算了 有些人還喜歡任乾爹 怎麼 任乾爹的 任乾爹的那一個人 跟有 curso 被任乾爹來講 絕對不可能是被認的那一個是已經職務人很弱小 一定通常都是認知但那些有好處 對吧一定是這樣子 有勢力有利益等等 那因此在漢人在當時候的 宋條那種中國的氣節裡面會覺得說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最大 但實際上而言對於北方的胡人來講 其實我們多建立一個關係 那我們就比較麻糬麻糬 以後有事我們跟你一起看 那因爲我們建立關係 所以我就不會打你 這樣子很正常 而且他們那個時候簽這個條面的時候 還有段話 這個我不會背 所以我把它抄起來 唸給各位聽 他是比較文言 但是各位從這段話你就可以提出 其實簽這個條面是雙方心甘情願的 不是什麼話 因為破於武力 所以宋朝這個必須給錢 不千塊給命 不行 心甘情願的 哪一段話呢 職於天地神起 告於宗廟設計 子孫共守 傳重重 勇於此謀 然後等等等等 朝朝天見 當共集之 就是 意思就是 黃天後土在上 我們結為兄弟 絕對不會背叛對方 等等等等 大概就是這段文字 是當時候 他們在簽這條文字模式 的文字 而且呢 簽了這段文字之後 宋真宗生命的時候 遼國皇帝 哇 宋賀儀啊 然後 派那個死承啊 來慶祝 哇 你們大宋皇帝 生日人 等等 然後等到 這個大遼皇帝的 母后 不是大遼皇帝 大遼皇帝的 媽媽的母后 太后 生日之後 宋真宗 哇 也是送禮啊 很像這種 現在的黑社會 有沒有發現黑社會那個 奇怪 這一場那個 這個 哇 特別多人 不是老大 不是老大他媽死 結果也一樣一堆人群 大概就是那種概念 你知道嗎 那通常 一堆人群也代表什麼 一定不是我不認識我們 不對人群 一定是我們 要嘛認識得很好 要嘛就是有利益的關係 所以我要平常 對不對 所以我在去 所以 以那個時候兩國的關係 這樣看下來 你會發現 並沒有任何一方 是叫做 心不甘情不悅 或者是我簽了這個條約 就是為了要押葬 要欺負你 其實沒有 當時我就是 屬於一個叫做 平等的條約 坦白說 就是平等的條約 那你問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大遼皇帝 你為什麼 因為他叫大 他土地裏叫大 立場啊 那大遼皇帝 都可以啊 沒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所以其實 坦白之盟 他並不是一個 雙方 心不甘情的怨 或者是強迫對方 那樣 心不甘情怨就簽了 當然 這個簽了之後 在宋朝的朝廷裡面 有一部分的人是很反對的 因為他們還是很 很固守那種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漢人 怎麼可以去跟這個 這個北方的這些 不認識的胡人 妥協呢 對不對 我們寧可戰死也 不要跟他們當送命等等 還是有這股聲音 那但是 最起碼在當時候 朝廷的主流聲音還是 就是簽了 皇帝都簽了 對不對 那因此呢 就這個坦白之盟 就這樣定下來 好 定下來之後呢 為什麼我們要講到 坦白之盟 這個跟禁當師 那有什麼關係 禁當師死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坦白之盟 等於是一個 國家對國家的合約 對不對 就像我們今天 在跟 做生意或是幹嘛 我們要簽約 或是我們跟我們的小孩 我們這個一合約 我要好好密服我 我考幾分 你要送我什麼東西 這一定有的嘛 小時候就這樣 對不對 結果後來你想一想 如果 我們跟我們的孩子 簽了一個 你考一百分 我就要送你一台電動玩具 結果我要考一百分 你就說我送 那如果有帳單 你會覺得孩子送 還是媽媽不錯 你覺得 家長不錯吧 你如果覺得電玩不好 你就不要跟他簽嘛 對不對 那你既然簽了 你就要做到 是不是 喔 因此的話 其實所謂的合約 不管是放在民間 剛剛我們講的那種 最簡潔的 易懂的 或者是放在這個 你們商場上面 你合約 拿到 有正義 拿到法約去 其實法院只看 誰 違約了 就派給誰 就派給對方 對不對 所以一定啊 所以違約的就該死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這是大家認得 違約就該死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 這個約簽了之後 對我實在太不利了 那你當出去不該簽嘛 是不是 當出去不該簽嘛 好 那 問題來了 這個約簽了之後 這個約簽了之後 到後來 我 竟然 北宋 他先違約了 他怎樣違約法呢 我們這一堂課 我先 帶一點東西 然後下一堂課再來講內容 齁 他怎麼違約法呢 我們是不是定了兄弟 是吧 你哥給我弟弟 結果後來這弟弟呢 因為 一直在想說 嗯 我家外面那塊地 被我哥站著 所以呢 就夜幕十九州 被我哥站著 所以呢 我要想辦法 趁機去拿回來 然後呢 所以呢 這個弟弟 北宋 有一天突然發現 哎唷 他哪有心靈居耶 對 就是 姬 姬我 所以呢 弟弟就 偷桌的 因為 這個姓陵居還跟 這個 弟弟是 沒有 不算姓陵居喔 就中間有隔著一個獸王 他還特別怎麼樣 特別繞到海上去 叫做海上濃 海上濃 他特別繞到海上去 在床上的這個金人 講說 我們兩個聯手 然後一起把 歌滅了 滅了之後他就加起來 我要儘快 然後剩下都給你 哎呀呀呀呀 我要 就父親講給我 我會報告費 以後我就練習 都講給你 對 北宋 北宋 我就看這個事了 他特別跑到海上去 去跟金國 做這樣子的一個協定 然後 後來 當然 我們都知道 就是 遼國後來就滅了 那 所以 其實 當然 遼國滅了 是因為 金跟獸元首 所以才滅了遼嗎 不是 其實 他們的可能是約定 我打哪裡 你打哪裡 然後打下來之後呢 憂慮十六週 就歸入 然後呢 我以後 那個保護北宋 通通就講給你 結果沒想到 戰爭一開來 金把遼打的結結拜會 金把遼打的結結拜會 送往北打 被遼打的結結拜會 後來 後來 對於金來講 你想他什麼想法 兩個講 第一個 不是因為好要打 我哪裡 你打哪裡嗎 我哪裡打下來了 結果你那個地方沒打下來 你不守承諾 對不對 第二個 原來你那麼弱 你那麼弱 那正好 對不對 哪天就換打你了 對吧 你換打 好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大環境的關係 才導致了 我們今天要看的主題 叫做 禁堂之難 所以為什麼我會 我在今天這堂課 在四十三分鐘結束 我們就等下休息一下 為什麼 這堂課的名稱 我會說不值得同情 就是因為 先違約的是誰 是北壽 是北壽先違約的 而且他的違約 中間還有更多荒唐的事情 等等我講 我們下一堂課要講 就是這些內容 他荒唐的事情呢 換成 等一下我們要換個角度思考 如果你是經國的這個領袖 你是經國的國軍 那你會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要換位思考 你會怎麼做 北壽 後來這幾位皇帝 清宗 那個 這個禁堂之難就是 灰青 灰青二弟 有沒有 就是那個 那個 灰青二弟 幹了什麼荒唐的事情 等一下 下一堂課 我們來細細的講 但是呢 在這中間 我們還會去談到 一個叫做西明典法 西明典法 就是王安石典法 西明典法 因為 王安石典法是在西明年界 宋神宗的名號是西明 所以你要說王安石典法也好 你要說西明典法也好 那等等 這個部分 我們一樣要帶到 因為這個跟整個 所謂靜康之旗 靜康之旦是有關係的 而且呢 我們等一下既然提到了王安石 那有一個人 就必然也會去提到 哪一個人 就是他那個 小時候跟朋友一起玩 結果他同學 他朋友掉入水缸 結果怎麼辦怎麼辦 他就把水缸敲破了 對 司馬光 司馬光的寫了一部書 叫做 司智通界 有沒有 那等等呢 欸 我們改變好像司馬光這個人 好人啊 對 歷史正派人對不對 那 我們是要黑他 我們是要 我只是說 我們從不同的面向 等一下來看看 司馬光跟王安石之間 有什麼糾紛 我們休息一下 福報上 這個今年的課程總共有五次 那 這個 剛剛各位可能有收到訊息說 下禮拜之後的三堂課 是這個月啊 下禮拜四周上的三堂課 是在那個護具上 東大學裡面的護具上 對 可能會有疫情的關係 對 聽說那個新聞 剛剛新聞有報 剛剛新聞有報說什麼 學校有確診的 那個足跡 對 但是不是這邊啊 是那個 天母嗎 對 以前那個什麼 台北運動 你那是什麼 反正就是 天母校區的 那不是這邊 那不是 學校嘛 就是比較 安全期間 後來他就 沒有對外開放 所以下禮拜的話呢 各位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 可以線上看 那第二個就是 立民線場 那像去年的 我們一年有五堂課 那五堂課 其中的第五堂課 都是固定在護具 那去年的第五堂課 就是在過去直播 然後我就很孤膽 昨天那邊 然後面對電影 一直講一次 對 你不要覺得 面對電影 然後想話跟上來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 然後因為我剛好 我帶我姊姊的小孩跟我去 然後她說陪我去 結果她就坐在我對面 一直在打手機 一直打手機 我心裡想說 他已經捧場了 我再講 然後沒有一天就算了 你看 那今年的話 今年七 我忘記 今年的七八月段 好像有一堂課 是在 在電竹上 對 我知道在電竹上 你們都不太去 那你們都會覺得 會怕遠 對 那今年的 在電竹上 那一堂課的內容 不是談純歷史 因為那個 過去這邊 公眾人員有跟我 也跟我談過 說可以講一些 跟這個 舞蹟啊 旅遊啊 歷史啊 也結合在一起 我說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好臉 對 所以那個 今年 往今夕來八月 的那一堂課 我們要談的地方 是 我講的大家比較聽過的地方 喬家大院也聽過嗎 有 不是連續句的 是喬家大院 當然連續句 談的也是喬家大院 但是 但是 真正 因為喬家大院叫山西嘛 我會找山西 真正 懂 玩的 懂歷史的 也就專業的 去了之後 不會想要去喬家大院 雖然說喬家大院 喬是 哇 你有連續句都會演 但是其實喬家大院呢 他 一來 他已經被國家 把那個 他的 旅遊的那個 新等 把它摘掉了 他已經不摘是五星級 為什麼 因為商業氣息太重 對 被摘掉 第二個 其實喬家大院不大 真正高手 都是我 去哪裡 王家大院 對 剛剛問一下 王家大院才是真正高手 王家大院 總共有 一千一百八十八間的房間 就是那個 你看多少 一千一百八十八間 我想老師你怎麼記得 這麼清楚 因為我家的電話號碼 後四碼就是 一八八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那 七八六的那一行 就是要 不管是 叫做 王家大院也好 還有一個地方 是全中國保留 最完整的古城 叫做 平遙古城 不同於那種什麼 立江古城 那些 鳳凰那些 不同的東西 平遙的 這個 平遙古城 我總共去過四次 每一次去都住 五天四夜 所以我在那住了 王家也大概住了一個月 那 那個地方 很值得留 原因是因為 Touch 是一個玩的地方 但它有很多歷史故事在裡面 而且這些歷史故事呢 甚至於是可以 讓 你可能完全沒有想像到說 哇 這座城以前是這樣的 以前 平遙古城 有一個綽號叫做什麼 叫做 東方華爾街 哇 華爾街 對 沒錯 它叫做東方華爾街 全球的金融中心 就是在平遙古城 當時好了 一度 那 它有什麼樣的故事 七八月的時候 我也會用一些照片給各位看 在那邊住過 而且希望你住不貴 你不要 不要 那個 七八月去 你如果是十一月 十二月去的時候 便宜 會忍 對 因為平遙古城它比較北方 但是那個人 還好 又沒有人在睡目邊 對 它都有抗 黃金丁 冬暖 對啊 常常出去走 逛街的時候 就衣服穿一下OK啊 對啊 那個地方不錯 到時候我會提過一些照片給各位看 好了 我們要開始 在開始第二堂課的話題之前呢 這個編讀十六的時候 我要先講一下 在我們的歷史 課本裡面 過去有一個概念 就說這個北宋就是因為 這地方丟掉了 所以呢 就是永遠都在被北方欺負 然後 激落的陣就是因為 沒有這塊本地 但實際上 根據近代的一些歷史學家 他們去做一些研究 分析之後 有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 其實 焉魚十六州 被大梁拿走之後 反而對北宋是有好處的 那怎麼說 土地歸有什麼有好處呢 很簡單 因為北方的胡人 他們是融幕民族 融幕民族沒有所謂的定居 所以他們也不會有所謂的稅收 所以融民族的國家呢 他們沒有稅收 他所有的錢來源從哪裡來 搶 不然就是養馬 賣民族 那這時候呢 遼國拿到了 焉魚十六州之後 你可以發現 大遼這個國家 他終於有了一個東西 叫做穩定的順手 因為這個地方很肥沃 所以呢 在那個年代 有所謂的大遼漢人 就是我是 你是南國人 有大遼漢人 但是我是漢人 有大遼漢人 這樣子的名詞 所以當大遼拿到 焉魚十六州之後 其實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國債有信仰 那我們要有這樣的理解 但凡是有錢的人 他不會去搶劫燒傷掠毒 他不會 因為燒傷掠毒會丟命的 所以這個時候 遼國為什麼 也不太跟這個北宋 做戰爭 除了我們有錢貼之外 除了沒有提供保護費之外 還有一部分就是 因為我有拿到一塊 浮沃的地方 這個地方會給我升起 那甚至於呢 遼到後來 他的漢化是非常深的 為什麼叫漢化非常深 因為他拿到一塊 漢人的土地啊 而且他為了要收稅 你有說他經營這塊地方嗎 因此他發展了一個政治的管理的 一個手段 叫做二人政治 一二二 一點兩點 二人政治 因為二人政治 所以才有後來的元朝 所以才有後來的清朝 因為你發現他們不是外族 他們不是起碼 農民主 不是定居的 那也是因為大寮發展出了這個政治 也就是說 二人政治 他有變成北院 南院 行政院的院 北院管的就是 隆民主 那塊地 的人事務 南院 就是 燕於十六州 就是專門管制 管定居的這一區 所以 燕於十六州 你說 這個 他被大寮拿走了之後 被寮國拿走了之後 對於北宋來講 是利還是利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似乎 少 從這個角度來看 似乎少 那當然 我們歷史看來講 也有道 但是 從經濟層面來看 他有好的一面 那 這個時候 其實 我要轉一下 財政問題 剛剛老師就講到 這個 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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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國家的財政 花了非常非常多錢 多到甚至是 國家在年度稅收根本就付不起 那付不起之後呢 國家會出現了財政問題 那出現財政問題 其實 我們首先要先知道 財政問題是錢不夠的 對不對 但是錢不夠分成兩種聯盟體不夠 第一個叫做賺太少 第一個叫做花太多 是吧 好 那 請問 我們聽到這邊 你覺得北宋是賺太少還是花太多 你覺得他是花太多吧 對不對 那很可惜 王安石 他就沒有辦法再上這堂課 所以 所有的王安石戀法 你說他好不好 好 甚至於有些東西很認識於當今的政策 可是 最後他卻失敗 而且他引起了明月 原因 基本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搞錯了 財政問題 不是錢不夠 是錢花太多 他所有的政策圍繞都是在如何賺更多錢 這樣吧 如何賺更多錢 舉個例子 沒有寫出來嗎 沒有寫出來 沒有寫出來 他有很多的 這個改革方案 比方說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記記的 有一個叫做七鳥法 好 原來他就是國家借錢的農民 沒有錢的農民 國家借錢的農民 那農民就可以去買一些稻 什麼種子回來種 那種的時候長出來 他就可以拿國家錢 那當然國家要求這段通通 能賺一點歷史 聽起來是不是很不錯 這個叫做創業代行 對不對 或者說 那個 企業那個 那個 那個 救助金 對不對 付一點歷史 那 這個想法很簡單 就是 我這樣子做 我可以賺到一點歷史錢 第二個 唯一可以有稅收 因為你去種田 你就有生產的話 你就會增加稅收 欸 國家一取兩得 欸 聽起來他們不錯 可是 後來 卻失敗了 為什麼 第一個原因 七鳥法 他 借錢給百姓 那百姓之後要給國家的利息 利息多少 兩分 就是 我借一百塊 一年之後我要還一百二十塊 對 那 哇賽 那麼多 天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定存一點多巴 對不對 政府要給我們收二十 二十趴 的代表 但是其實 你說這樣 這個是 我們一般 最 最 基本 最簡單的人 在評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看到的點 就說 哇二十八利息那麼高 對那一怪會失敗 但其實不是 當時要的高利帶更多 當時高利帶人是三百趴四百趴 所以政府的二十趴其實是很低的 相對低 不要說很低 是相對低 所以政府並沒有錯 但是他錯在哪裡 錯在 王安徹在進行這個清廣法 這個改革的時候 他幫他底下的官員都列 定 那個 這個考頭標準 你要找五百人 你六百 你八百 每個人定考的標準 所以呢 這個時候這些官員怎麼樣 趕快要拒絕業績呀 拒絕業績之後呢 發現窮人也沒那麼多 那怎麼辦 不管你去借就對了 所以呢 管他富人來的窮人 通通都逼你一定要借 問題 有錢人根本不需要借啊 那為什麼你要逼我借呢 因為官員要打到他的業績目標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引起什麼 明月 明月 引起明月 好 所以你說清廣法本身 他的政策的 理念初衷是 好的吧 但是他的實施的手段 如果不好的話 或不夠完整的話 那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明月 奇怪 政府要借武器 結果後來還弄得百姓不高興 這怎麼理解呢 就是這麼理解 因為有些人都不需要借 嘛 但是還是被強迫 因為官員要達到王安石的業績目標 沒辦法 那再比方說 這個 呃 他有一些 有一些 改革政策 你可以發現所有的改革 我們只要 當然是談到改革兩個字 他所意味的就是要跟現狀不一樣 對 要跟現狀不一樣 那現狀不論它是好事的話 一定有 叫做 既得利益者存在 所以但凡是改革一定會動到 既得利益者的 利益 那這時候就會有很多高興 就會有很多高興 所以呢 其實在王安石推行 這個心理變法 說王安石變法的時候 後來造成的就是政治鬥爭 就是政治鬥爭 那這個政治鬥爭呢 雖然說王安石是由皇帝 立體 宋聖宗立體他 不管你就用力去彈就對了 有什麼事我給你靠 王安石就 好 聽了皇帝聽我的話 那我就什麼都幹 可是呢 他 做的有一點不夠乾脆 不夠乾脆 什麼叫不夠乾脆呢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吧 如果今天我們要 不管是國家或者是 國家或者是企業 要進行改革的時候 一定會有反對者 那先不管他反對的原因 也許是他覺得說 這個你這個政策真的不好 也許是你這個政策 動到我的核心地獄了 所以我反對了 那也許是 改革 改革 為什麼是你改 為什麼不是我改 因為改革的力度好處 那為什麼你改不是我改 那無論如何任何的原因 反正改革就會有反對者 的情況下 那 你會怎麼做 其實 最好的方法就是 誰敢對 就換掉誰 我們企業就這樣 你跟不上公司政策 跟不上不同意公司政策 到屏幕上的謀亂換掉 那如果放在底袋 你 就是你不同意 那就殺了你 那否則的話就流放了 不外應就是這樣子 但是 王安是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又做得沒有很 沒有任何的 可能有一點窄心 或是怎麼樣等等 他沒有做那麼徹底 所以這個時候 坦白講 如果他今天做的就是 你反對 反對 反對就殺了 接下來指定有反對的 有的為了保密 有的為了保關 有的為了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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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講 這個時候聲音就一直 可是如果他只是 反對 反對我就跟你辯論 我就跟你談 我就跟你聊 我就跟你溝通 那弄到後來呢 就是所有不滿意的人 所有反對的人 一個一個一張嘴 那你怎麼講過 這個時候政治鬥爭 有然而生 那這個政治鬥爭呢 其實 在我們歷史課本裡面呢 把它稱為叫做 新舊打針 叫做新舊打針 那這個新舊打針 我看一下 這個新舊打針 代表性能力 所謂的心指的就是 王安是 天道不足位 因為人典不禁區 意思就是說 天大力大我最大我 我要改靠皇帝庭我 我說的就算 對 王安是 為代表西黨 舊打針 代表性能力 有很多 甚至於有很多之處 我們 耳熟認識的人 比方說蘇東風 比方說 剛剛我們談到的 司馬光 好 那我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 這個新舊打針 爭到什麼地步 爭到 有這個 這是真實的 真實的 呃 有一個 在北宋 他們 這個 王安是辯法的名大 有一個姑娘 叫做 阿渝 什麼 這名字叫什麼 叫阿渝 但是的確實際上 就這樣寫 他叫阿渝 齁 那這個阿渝呢 他在13歲的時候 就被 他的 父母 強迫 架給 這個 一個叫做 圍牙大 這什麼意思啊 圍牙大 沒有就是那個 就是這個 這什麼意思啊 但是史書就是這樣寫 違背的 違背的錯字法 圍牙大 代表這個圍牙大 結果他嫁的時候 就很不甘願 結果後來呢 在新婚之夜 他就 這個 抄襲了 家伙 打算要把這個圍牙大 殺了 齁 但是呢 畢竟是3歲的女人 跟圍牙大 是身強體重的男人 有武器也是對手 人家有絕對優勢 結果後來呢 這個阿渝就 當晚 這個 要謀殺基督 卻也失敗了 叫做謀殺未遂 對不對 都沒有成功 就 就失敗了 失敗之後 這個圍牙大 就很生氣 去報官 報官 就把這個阿渝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呢 根據北宋的利益 根據北宋的利益 就是 只要聖龍殺其夫 唯一死刑 斬首示眾 那這時候 這個阿渝 是不是 擺明就是 被判死刑的利益 這都無話可說 人家都已經講 殺完就是死刑 但是這個時候 王安審呢 就出來講話 他就說 他不該被判死刑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他沒有殺 第二個 法律 法律 誰說不算 法律 在戰兵的時候 法律誰說不算 皇帝說不算 那皇帝呢 要愛民如子 所以呢 如果這個時候 皇帝你可以跳出來展現 就是說 這個謀殺 雖然是謀殺神 但是 叫做情有可原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可以得到 這個時候 要把百姓的戰勝 你這個皇帝是名聲 會變得更好 對不對 王安審 因此呢 就立足 不能 殺這個阿渝 結果 後來 剛才 我講的很簡單 他們是經過朝廷的變勒者 在北宋五的好處 就是那些大廠 文官啊 都是在朝廷上面 跟皇帝是 你一言我一語 然後變回來變回去 他們經過了很 這個規模很大的變勢之後 最後受辰中攻 王安審 那個時候 就決定了 讓這個阿渝怎麼樣 只有 王安審 就出來 就沒有看他死心 那 當時要是 宰相是這個 王安審 後來過了17年 各位提提出 是17年 王安審過世 死掉了 那來加速 有句話叫做什麼 人亡正喜 政治的正喜 念的寫 人亡正喜 結果這個司馬王上台 欸 果然是活得久 很氣喘 他上台 上台第一件事情幹什麼 把所有王安審的變法 所有的政策 通通廢掉 意思就是要 告訴世人 王安審做的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是正確的 通通廢掉 其中就包含這個阿渝 過了17年 阿渝幾歲 30歲 後來 他被司馬王 派人 重新埋堵 游街 後來斬首示眾 為了 就是要證明 王安審當你就是錯的 然後就把這個阿渝抓來殺 對 這就是司馬王 其實 你覺得他真的是很痛恨 這個阿渝的行為 或是痛恨是犯罪嗎 其實不是 他通恨王安審的政策 他就是要證明 做的都是錯的 所以呢 他把阿渝殺了 要證明 我才是對的 所以 這個政治鬥爭 已經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 其實 你說國家 不但不會 不但會不團結 而且你會發現 任何一個政策推出來 不管這個政策 對還不錯 好還是不好 反正就會有一個反對 反正就會有 就這樣我常講 我說 怎麼又要談政治 那個 我常講說 那個 核電人 我知道各位 你怎麼講核電 那我這樣看 就是說 核電 現在支持核電 是國民黨 反對的事情進來 那要怎樣讓民進黨 能夠 支持核電呢 不是什麼 告訴他說 你有核能 沒有那麼危險 我們很需要電 核能很安全 不是告訴他這些 是 只要告訴民黨 你不要支持核四 然後呢 民黨就不會反對核電啦 民黨就是因為國民黨 贊成的反對 開玩笑這樣講 但是其實戰略朝代 戰略時代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支持什麼 我們會反對什麼 我管你對不對 所以國家不擔戀團結 而且很多政策會擔戀 很多政策會擔戀 很多政策會擔戀 好 因此呢 其實 如果要講到這個 北宋會滅亡的導火線 就是 新舊反正 就是 王安事變法 所以我們曾經有聽說 都說 王安事變法 後來進階的導致北宋滅亡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就是這個原因 他的整個脈絡 由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說改革 好嗎 還是不好 其實不見得是 改革的方法 好或不好 而是你在實施的 手段 對對 會直接的影響到 你的政策 其實 其實他是有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因果關係 好 所以 後來 西零會把國安變了 後來 間接的導致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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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 國家內部組團結 還有一個問題 叫做外交政策 剛剛我們講到 這個海上進盟 就是 北宋 宋朝後來呢 到 柏海灣 柏海灣在哪裡 上去是苗東敗島 下面是山東敗島 中間另外叫做柏海灣 那個 他跑到柏海灣開船 開到柏海灣去 跟金人在船上議約 你看多辛苦啊 在講命令結果 講到船上去了 你知道嗎 後來 附約就是 當我講 我們約定你打哪裡 我打哪裡 然後我們打 打寮不滅了之後 我們跑路費給你 然後你拿一塊土地給我 好 這個外交真的對 還是不對 還有 站在 宋朝的支持 收回燕雨的人 的人來講 他會覺得太棒了 這個機會要好好保護 好不容易等到你 有力的助手 對不對 站在他的角度來看 是這樣子 但是從另外角度來看 第一個 你的外交政策 你的國家是失信 你國家失信之後 你國家失信之後 會瞧不起你的 不只是了我 金國也瞧不起你 原來跟你做兄弟 就是隨時會被賣 事實證明了 後來南壽真的跟蒙古人 一約掉滅金 應該是一約把金滅 然後呢 後來也是南壽打金打滅 然後蒙古把金打得結結拜退 然後後來那個 蛤你還在打完 然後後來他再下來幫南壽 一模一樣的事情 在南壽末寧跟北壽末寧發生 只不過是 對象不通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北壽末寧那段 那第一個 我說他失約嘛 國家失約嘛 跟人家簽約了 而且他們都當兄弟了 結果後來你還去聯手 要把哥哥給砍了 可是 第二個 真的是情感 那第二個 實際的一個 劣勢在哪裡 你看 本來遼國在 你只需要應付一個女兒 沒錯 結果後來呢 你要把遼國給滅了 你要面對的是幾個女兒 未知 你以為只有精魂嗎 沒有 甚至連精魂你都不要 實際上 聊 送 到後來已經保持了一個平衡的關係 我就說嘛 台南壽末一百多年 只都沒有打仗 他們已經達到一個平衡的關係了 那大家的日子好好過就好了 你知道的是什麼 但是問題是 偏偏 他就跑去找精魂 到念了聊 他就是要放著好日子的過往 不是這樣子嗎 那因此你說 那個精魂會來打你 不就算剛好的 你自找的吧 對不對 原本就好好的啊 就好了 然後你跟精魂也沒有接觸 甚至於其實 最好的一個方式應該是 聊這個時候要跟 送要跟聊聯手 去比喻精才會 因為我跟聊天很熟啦 我知道他 我們就拿到一個平衡關係了嘛 那出現位置的敵人 他會對我怎麼樣 我不知道 結果後來 我竟然去 跟位置的敵人聯手打 打破現在的敵人 那很奇怪 我們舉個比較刻薄的例子 有一天外星人染地球 對不對 結果後來 我們看一看 嗯 我跟外星人聯手 去把我們的對手滅了 你覺得這很奇怪嗎 外星人到底好還是不好 對還是不對 個性比較好 你都不知道 你跟外星人聯手 宋朝那個時候的概念 就是一個類似的 跟一個未知的人 跟敵人聯手 去滅掉一個平衡的 打破一個平衡的外星 那這個真是叫做找死 不知道要找死 那因此的話 第一個 北宋婚列王 除了 第一個剛剛我們講到 新舊反正就是 內政的原因之化 第二個原因就是 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 不但搖擺不定 而且呢 還劍走偏封 這個實信於 這個整個國家的信用 都滑台了 這個講到國家信用 再來是人家實施 那個現在全球都在制衡 為什麼講這個 全球不是都在制裁 那個俄羅斯嗎 對不對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那個 就好像 我家大樓 然後 我爸爸跟鄰居吵架 結果後來 我全家的東西 全部都被凍結 我車子也不能用人 然後什麼 房子也不能用人 然後大樓也不給我進 什麼東西 他們吵架 為什麼你們能凍結我的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俄羅斯 後來就被全 全球 很多西方國家制裁 今天出來 你看昨天出來 很有趣的事情 其中制裁俄羅斯的一個國家 叫做瑞士 那時候就很大名 瑞士不是永久中立的嗎 從17世紀開始 瑞士就一直是永久中立 所以你知道在瑞士大戰 動力達到瑞士啊 因為他保持永久中立嘛 竟然連瑞士都去制裁俄羅斯 凍結瑞士 俄羅斯在瑞士的制裁 你覺得這實在太離譜了 結果後來 瑞士在昨天 瑞士政府宣布 解除所有對俄羅斯的 那個什麼 什麼凍結啊 沒收啊 全部解除 為什麼解除 因為我們是 客觀中立 所以我們 你覺得有用嗎 我告訴你 沒有 沒有 他當時候鬥著之後 已經全世界有很多國家的人 的富豪 因為如果錢不敢不進 存在瑞士最好的 瑞士銀行 往命 他們會發 這樣會不會莫收 大家都紛紛把錢提走 所以瑞士銀行是個大福的失血 他的錢都被人把他提走 他現在說 沒有沒有我是中立 你覺得那些人就要往中立 錢車回去 會嗎 絕對不會 你的心動毀於一旦 北宋就是這樣 你就要簽約了 結果後來呢 還要想要把人家滅了 你的心動就完全毀了 後來發生什麼東西呢 接下來還有更多不同的事情 敬喀之難的真相 我這邊有寫 你擺插 就有點亂 這個 這個 好 那個時候的皇帝 叫做宋清宗 清清佩清 宋清宗 然後 他的爸叫做宋徽宗 宋徽宗 那宋徽宗其實他是一個被當皇帝 那個 埋沒的 耽誤的 一個文學家 各位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聽錯 有一個字體叫做宋經理 宋經理 宋經理 雖然說其實 怎樣 我現在看到 可能不叫部落寶 我不是覺得 好看嗎 不怎麼好看 對 就很像 但是他就是 歷史有名的 書法很漂亮 文采 好 宋徽宗 那他的兒子叫宋清宗 他們發生什麼事呢 會去牽海上之盟的就是宋徽宗 牽了之後是不是就 把遼國後來就跟宋經聯手 然後遼國滅 滅了之後呢 他說 那 那個文明講好 一起打 打完之後 音樂師會說要好猛 經理要 不叫你知道嗎 有 我們約好一起去 你打哪裡 我打哪裡 我哪裡打下來 你那個地方打不下來 然後現在你跟我說 戰火要 你要拿走 我當然很樂意 對不對 他不叫你有道理 結果 第一個售貨中沒辦法 只好怎麼樣 花錢去把 耶穆十九做的部分 買回來 花錢去把耶穆十九做的部分 那部分買回來之後 這個時候 你以為這個時候 他 叫做 忠於大神屬命了嗎 祖先的屬命 把耶穆十九做的 慢慢祖先收回來 其實他犯起來更大的錯誤 就是 他讓經理我看到 原來 你是這麼的忍弱 你不只沒信用 你不只信用波長 而且 你還非常地軟弱 你就是 那 所以這個時候 經理我怎麼樣 大軍南下 他想找到機會 大軍南下 就是要去打 這個 要去打獸 那當然啊 師出必須有輸 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 我高興 我是帶一天去打 總像少跟你有打 那找什麼輸 呢 因為 遼金在戰爭的時候 遼跟金在打上的時候 後來有一個祥將 這個就是 他原本是遼投降到金 結果後來呢 這個祥將變成金 金的祥將後來 變成又投奔到了 北宋去 那 金這個時候 打了找到你 你竟然把 把我把那個祥將 我的人抓了 所以反正我就 借這個理由 我就要來打你 我當中終於找到你了 就要打 好大軍南下 南下之後 這個送回中 這個皇帝子 這個晉康 晉康是一個 年號 是那個 晉康親中的年號 那 這個宋徽宗呢 其實 他真的是叫做 敬他之難 敬他之詞 一點都不冤枉 就是 大軍南下之後 宋徽宗看到 哇 這麼多人啊 第一反應是什麼 打 不是 逃 不是 打 你說有勇氣 逃 說 懂得這個 戰利奇功 對不對 我要省事多事 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 他說 我去南方 祈福 然後呢 兒子 來來來 皇帝給你喔 拜拜 我去祈福 幫你拜拜 祈求跟他離難 然後他就走了 連要逃 都是要想個藉口來逃 還不能大大幫幫的逃 你說有多沒用 那你以為他沒用嗎 宋徽宗更沒用 說幾個 爸你要走啦 來 台灣家 不要你不要走 別鬧了 現在怎麼可以交給我啦 你當ull э 不要你當 然後他就 哭哭啼啼的 被推到了 皇帝的寡座 他是中國歷史上 大概 數一數勝 哭哭啼啼的 最擔皇帝 就是宋慶分 那接下來 更 importantly事情發生 金人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呢 我們都知道他們是騎馬下來的 那他要把這個被 他要把宋的時候 宋是守方 守方就是他守城使 守城使其實禁兵就相對比較沒有 進攻的優勢 所以其實宋的軍隊 在守城的時候 造成了金很大的 你要說水師 就是磨掉他很大的耐性 那其實 我們剛剛講 會去打仗都是因為 要餵肚子吃飽的 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但吃飽我就不想看 所以這個時候的金其實他想像 屢功屢下 那乾脆怎樣 我就看能拿著什麼披一盒嗎 看能拿著什麼我就拿走算了 所以呢就跟這個 宋七公 就要了一堆錢啊 物資啊什麼東西的 那當然後來就除了給錢給物資之外 還割了幾座城使給他 就是比較靠近那個 那個 北方的城使給他 然後 談好之後 金就撤兵喔 金就撤兵喔 結果在南方的宋會中 耳聞 敵人不見了 馬不停蹄的 馬上就回到了守宮 回到守宮之後呢 宋七公都不樂意了 即便是他爸 開了一下給你 室子就廊掉 把物資推給我 現在沒事你就回來 幹嘛 他說沒有沒有 兒子你不要那麼緊張 皇帝你不當就不當 我當太上 然後呢 他就這樣 我去隔壁 就是另外一個他們的復兵 我去幫你墓壁 然後國政就交給你 那我去墓壁 他們各司其職 這樣子呢 以後就可以把國家建設的 很強大這樣子 有沒有道理 試想像是宋親中的 你被哭哭啼啼的 推上皇帝寶座 結果後來呢 撤兵了 老皇帝回來說 那個 沒有沒有 現在我去旁邊 目標 然後國家上給你 你會怎麼反應 你要真實的喔 你真的是皇帝喔 皇帝這位置 不是說你不當卸任的喔 是不當你可能會死掉的 有什麼反應 你一定是 開什麼笑 你當我白癡嗎 你去墓壁 然後以後兵群在你手上 你再回來滅了我 有事嗎對不對 所以宋親中當然不樂意嘛 於是他就把受威風給亂進行 即便是他爸爸 你不用 你不用 老頭你什麼都不用做 我好處好處把你攻起來 你就當你太上皇帝 好 同一時間 後來又發生什麼事情 即使我剛剛講 經國會撤退 其中有一個 這個 這個談判的願意 就是 有幾座城池 是要割給經國 是嗎 好 其實我沒想到經國 班師回朝北上的時候 要去接管 接管之後 沒想到要接收那個城池 群其反抗 從官員到百姓都在反抗 都在反抗的時候 經國就火大了 你們已經被割了啊 吵什麼啊 乖乖就變成我了就好了啊 但是其實想想 他們反抗合不合理 也合理啊 對不對 他們有反抗的權力啊 跟理由啊 但是 宋親中這個時候 幹了一件事情 就真的是很扯的事情 荒唐的事情 他發現說 他們這樣反抗 威力還不錯喔 看起來好像打得贏耶 太兵送物資送母雞 怎麼很像你 全部送到那城池去 然後呢 就鼓勵他們說 對對對 你們是盡量反抗就對了 你覺得經國怎麼樣 是不是又被騙 你說要割給我 結果後來人家反抗不講 然後你現在進門 就還去幫他們來反抗 所以經國這次真的 徹底火大 馬上 一個人迴轉 掉頭 進去 進攻 受場 結果 馬上打受 宋親中又抓到了 你知道嗎 怎麼又回來了 一盒一盒 結果後來 一盒之後 然後那個 經國 就想說 那個一盒 五三盒跟你講 於是他就說 賠款 就開出一個天文數字 你這錢給我 比如說 五百億 假設 五百億 那 宋親中就想 這天文數字沒有怎麼辦 那 你 那 剛剛你也講 北宋到後來 其實財政已經危機了 國家凳就沒有錢 那這個時候又要花錢去 去 買油瓶怎麼辦 只好 開始 滿城搜花 滿城搜花 就跟從百姓撈撈撈 結果後來 那一剎那 整個 京都 大亂 大亂之後 在城外的驚人 的驚人 他心裡想說 嗯 我要的是錢 結果裡面亂成這樣 那看樣子 你根本也求不出那個錢 而且第二 如果我讓你繼續亂下去 即便將來有攻進去之後 裡面也什麼都沒有 那我到底這次是來幹嘛 所以呢 一不做 退不休 直接就攻募城門 然後把灰青二弟 給抓走 這就是 禁堂之門 所以我們過去的歷史科本 告訴我們的是說 禁堂之山好可憐喔 宋寬中 宋親中好可憐喔 結果北方的湖人把他們爐走了 結果等等等等的 那 當我們知道所有原因有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皇帝其實是自己找死的 是不是找死 跟人家說好是兄弟 結果呢 聯合外人把哥哥幹掉 跟人家說 好啦 你回去啦 我什麼東西給你回去 後來那個東西我都給 一個國家的 我覺得嚴格的無心到這種地步 基本上他在念 我覺得 即便是 當時候漢也想算回心 這就是一些新威力 被滅壽 那因此呢 後來宋親中的地 就叫做 就是後來南壽的第一種地 叫做宋高宗 叫做 他曾經一度被 被那個 被那個 就是交壞人士 被交壞人士 就壓人士 在那個 經過 然後他也被 被當心人士送去 後來回來 回來之後呢 當然就是 既然 灰帝 那個清宗跟 跟灰州都被抓到沒有 黃金子辦呢 那就 爸爸給哥哥們的弟弟 你的大黃金子辦 所以照顧做主 上台 那你說 灰青二帝在北方 當然有一些 有些書籍說 他們很可憐 在那邊被凝虐 被欺負 被不當人看 然後妃子被 被什麼 一天要揭克什麼 幾百人這樣子 其實坦白講 有一些東西 要用國籍去推 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 他們的形容 我不敢說全部 但是部分 不是那麼真實 不符合的邏輯 比方說 他說那個 清宗的皇后 被迫一天要揭克 滿足 經國的那些士兵 什麼 每天揭克一百二十幾次 各位 可不可以算一下 一天有一千四百四十分鐘 一百二十幾次 這個時間 你不覺得 不太合我情嗎 這根本就 已經是被誇大了 那另外一個 其實後來我們都知道 宋徽宗 徽宗是開上堂 他被掳走之後 到他死在基坡 這當中 他後來 一共生了九個兒子 一個被掳走 如果他是犯人 有這麼賢心意志 可以生九個兒子嗎 當然 我之前跟學生這樣講 學生說 老師 這你就不懂 九個是皇后生的 又不見得是婚宗的 沒有 好像有道理 但這不得而知 但總而言之 揮青二帝 被掳走 過得慘不慘 其實慘 但這個慘 是相對於他在當皇帝的時候 哇 衣食無憂萬能之上 叫做慘 如果是跟一般百姓比起來 他過去 其實還是被當成外交使節 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沒有那麼糟 沒有那麼慘 那當然 後來這個 其實我記得我們第一堂課 我不知道各位那時候我們參與 我們第一堂課講的叫做月飛 為什麼非得死 那我們一起學過的書 因為月飛要贏回金二帝 那這個時候 趙窦宋高宗就不樂意了 開玩笑 你把我哥哥爸爸找回來 那我這個皇帝 寶座就是維克丹 所以呢 他就要把月飛殺人 這是我們過去學過的 但是你說這個對不對 不但不對 而且是完全不對 完全不對 岳飛飛得死的名義不是 跟這個不定關心的問題 你說 不是 講明明說啊 如果真的岳飛打贏了兩個皇帝回來之後 那一個哥哥一個爸爸 對不對 要也是哥哥爸爸叫皇帝 有不到立體啊 但實際上 你回過來看 當你宋輝宗逃到南方去 後來又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人理他 沒有 我們擺放沒有人理他 因為所有的國家大 權力都在哪裡 都已經在送信風聲手上 所以即便當時候真的回親二弟回來之後 你覺得 宋高宗真的就權力就被架空嗎 不可能的 那兩人回來就是乖乖的被軟禁 結局是一樣的 你說為什麼會是一樣的 你想 我當皇帝我一定用我自己親信的人 這個不說 而且我親信的人 會不會因為哥哥爸回來就去支持他們 不會 現在的皇帝對我那麼好 現在皇帝在我可以當官 未來的皇帝上海我還不知道會幹嘛 所以我一定支持 謝謝 你用這個邏輯來看 你就知道 絕對不可能是說 威清二弟 什麼 回來之後 會威脅到宋高宗造動的皇位 絕對不會 而且 甚至於是宋徽宗比較老死霸 宋經中後來 宋徽宗的媽媽 一度被禁錄 就是想說 這老婆 老太婆人沒用 不然就把你送回去算了 那個 因為 也不帶 因為道理來說沒有打 送回去算了 當成一個友好的表現 結果親中 在他母親要回去的時候 拉著他母親的大腿抱著不放 拜託你跟弟弟講 讓我回去好不好 我保證我發誓我回去不會搶大訪問 他只要讓我回去之後 給我一塊 我在那邊自己自己做就好 他們那時候是說 給我一個道貫 道書的道貫 給我一個道貫就好 我從此不干涉朝政 我那個不要任權利 我只要我活著就好 抱著 要給 那個 他的母后 說拜託 帶我走 結果後來 他們回 有沒有回到 洞場 有沒有回到大宋 沒有 為什麼沒有回到大宋 因為照顧才對 他反對 他反對 回來之後 也沒辦法 然後呢 那個 他現在皇貴其實也很穩定 沒有任何的意義去改變現況 當然 當我們講到說 這個 這個 岳飛 為什麼會在死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這個 威晉二弟的原因 其實 如果第一堂課 我在這邊第一堂課有講到 比方說 一個原因是 一樣 財政問題 北宋就沒錢 你覺得南宋會有錢 只會更窮 岳飛 在幫你們老趙家打天下 把你哥 你爸救回來 他那麼賣命 結果後來 因為沒錢 所以就打 這個話他講不出好 但實際上他又 全家都有掃乾淨給他 就打算 當然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 不能說沒錢 尊嚴 就只好 就是 把這個主戰派的人 給看 其他還想打的人 自然不敢講 那當然還有第一個原因 岳飛 你有沒有聽過岳家劇 有沒有 對 北宋只有岳家劇 你還聽過什麼劇 什麼家劇 沒有 其實北宋還有很多名將 還有很多名將 米剛啊 韓世中 很多名將 但為什麼沒有韓家劇 為什麼只有岳家劇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岳家 只有岳家劇 所以皇帝就覺得 屁股一樣 屁股做不住 因為他想想 外主要來把武力 可能要花個幾年幾個月 岳飛如果要叫他起來 只需要兩兩種 他要起來 他就當皇帝 咦 主戰不是就這樣當了嗎 皇帆加上 岳飛可以說 那個士兵究竟要武力 然後他就變成 也可以啊 所以呢 他手握的兵權太多了 他最多的時候 掌握 南宋的兵權 七分之五 七分之五的兵權 都在岳飛 一個人手上 你說皇帝很怕呢 一定怕 所以這個東西 也可以學給我們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 岳飛這個事情 也給我們一個 一個反思 什麼反思呢 第一個 數大交通之餘 還有一個叫做 老闆的利益 跟公司的利益 有時候是不相符的 皇帝的利益 跟國家 跟南宋的利益 有一模一樣好 這個時候 其實岳飛威脅到的是 國家利益嗎 不是 他威脅到的是皇帝 也就是 你今天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你不要想說 老闆這老闆怎麼這樣 我是為公司好 才這樣做的 老闆為什麼不支持我 你為公司好 不等於為老闆好 這有時候是兩件事 舉例 比方說 我帶一個團隊 充業績 充個超高的業績 結果呢 我為了要讓這群人 永遠為公司效忠 我覺得老闆 要來一堆獎金來 犒賞他們 老闆超爽 我想說 你在不爽什麼 我拿到的用具 我不是給他們 以後他們會 因為公司很始終賺更多錢啊 你是為公司好嗎 但問題是 錢從誰 從老闆口袋拿 從老闆口袋拿 老闆一定不爽的嘛 所以公司秘密一分 老闆秘密 這個時候真鬆 你帶著這一群 人群蟲業績 哇 公司淒慘的業績 都是你蟲的 結果後來 奇怪 為什麼被開除 被老闆讓走 為什麼 你莫名其妙 但是其實我來看很正常 你是這一個 這麼多業務團隊 通通通聽你的 有一天如果要跳槽 通通都帶著我公司 我就倒了 所以我一定要 我要麻煩你調整 要麻煩你砍 要麻煩你分拳 把這個團隊拆了 對不對 我絕對不會一直把它擺著 那你說 可是一百個天賺很多錢 對公司很好啊 但對老闆不好啊 各位懂嗎 因此其實 我是學歷史 他有很多東西 我們這樣講 就是歷史 他是 永遠沒有 一模一樣的 歷史從來 會一模一樣的發生 但是呢 他會驚人的相似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其實 當你歷史看透不透 學懂 學透 其實 眼前有一些 這個工作生活 很多東西 你會發現 唉 一幕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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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今天呢 健康之難 的這個 主題呢 到時候就告個段落 告訴各位的 知識總結呢 就是 最後幾分鐘 我們剛講的那些部分 我們下一個主題呢 要談的是 香港 香港 香港不是現代化的城市 有什麼意思 其實香港有很多 跟你我都 不要說喜喜的浪漫 就是 其實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歷史片段在 但是 因為我們都是用 看過聽過去帶過 所以呢 我們就 對於香港 你講得出來的就是 你後見啊 太平山夜景很漂亮 對不對 茶燒飯 在那 但其實 香港 我們過去是 我知道各位 你今天又看那個什麼 香港電影 武獲宅有沒有 陳浩南 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陳浩南 就是武獲宅男主角 曾經 陳浩南 真的有這個人 這一個人 真是有這個人 包含 有沒有看過 雷德華演的電影 叫做武藝探場雷諾傳 雷諾有沒有 真的有這個人 而且他後來 被香港政府統計之後 他逃到哪裡去 他逃到台灣 他住在哪裡 他住在仁愛戶 他常常到仁愛醫院去談病 所以很多護理師有沒有 他護士啊 哇 這個老伯非怎麼講話香港人 他不曉得他當你開玩笑 在香港 不可能是的 有沒有聽過 有一地方叫九龍城寨 周興城寺有什麼 朱龍寨 他在影射的就是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這個地方 以前龍蛇打鼠 在裡面殺人人人罪 在裡面殺人人罪 警察不趕進去 那後來為什麼不見 而且甚至於在九龍城寨裡面 發生很多故事 到後來九龍城要拆的時候 因為後來被解放軍拆 拆了之後才發現說 九龍城寨的樓都帶很高 這些樓 通通沒有打地基 他的樓就是一塊一塊站穩上去 為什麼這樣擺上去 因為本來是平坊的 人越來越多 就往上再加帶 再多往再加帶 就帶了二十幾層 通通都是加帶的 沒有打地基 後來才知道 所以香港今天 在我們下一堂課的時候 我會有一些圖片 有一些故事 有一些人物 來跟各位 做一些分享 然後你會發現說 原來我以前看了 那些香港電影 有一些都真人真實 而且有些現在 我們下禮拜再分享這部分 那各位如果方便的話 我們就要回去 更方便 我們線上再見 謝謝各位 謝謝